过年快到了 家家户户都忙着采买年节食品 台北市卫生局趁着过年前到北市卖场 传统市场 餐厅 食品行 小吃店等地 进行年节食品抽验 结果发现酸菜 花椒 竹参等分别含二氧化硫 本甲酸 沙虫剂 漂白剂等 另外生鲜蔬果 挂菜 大芥菜 白萝卜 还有虾米等 年节应景食品也不合格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到辖类的卖场 传统市场 餐厅 食品行 小吃店等地点 进行年节食品的抽验 总共抽验的蜜件 银食豆干类制品 糖果及果冻 即食餐食类 淀粉类制品 米式制品 花椒 金针 白木耳 竹参 生鲜蔬果 菇类 苦豆类 生鲜水产品及其加工品 生鲜肉品及其加工品等182件 其中有20件产品不符合规定 其中20件当中有19件是检验品质不符合规定 这19件当中又有三件同时标示不合规定 以及一件标示不合规定 卫生局表示 这次专案品质检验部分 重点检验项目为防腐剂 漂白剂 着色剂 甜味剂 宝色剂 残留农药等 品质检验结果以花椒不合格率最高达80% 其次为生鲜蔬果达60% 以及竹参为30% 那品质检验不合格当中以花椒的不合格率最高 其次是生鲜蔬果跟竹参 那19件的品质不合规定当中 花椒有4件 生鲜蔬果有6件 竹参3件 白木耳跟菇类分额都是两件 那分别是检出1到8项的残留农药不符合 或者是漂白剂 二氧化硫不符合食品添加物 使用范围及限量剂规格标准 以及即时豆干两件 减出防腐剂及二细酸不符合食品添加物 使用范围及限量剂规格标准 那这次专案同时也进行包装食品的一个标示查核 其中有4件不符合规定 1件豆干没有依照规定以中文标示 2件花椒及1件虾米是标示不实 分别是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42条 第一项及第28条第一项 可依照同法第47条第45条处责任业者 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 或者是4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的发还 针对不符规定产品 卫生局皆已通知贩售商及进货端业者立即下架 产品来源为外线市者 也依请所下县市卫生局办理 来源属台北市者经调查确认违规属实 则依违反食安法规定进行处置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